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 《当孝敬父母,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而长久》 字幕志愿也分享过 在你信住之后 其实你是一个很强调念恩和报恩的人 在你信住的过程上 甚至在香港这边真道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者在加拿大那边的艾牧师 或者是以前的牧师也好 他对你有恩,你常常都会念恩和报恩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也会怎样看一个生命里面 有一个这么特别特质的人 神你会怎样看他呢? 其实念恩 很多人对一个自私人来说 觉得他是吃虧的 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 为什么我其中一件事是很着重的就是念恩呢? 是因为一个念恩的人 他不会只是记一件事 因为你对一个人感恩 或者一个人去报恩 其实因为我报恩 我不是一件事过的 就是我一生都会向这个人报恩 直接是一生都会的 而并且那个报恩的程度 尽量是导致他最好的 但是既然是一生的话 于是乎 其实 譬如我对一些人去 譬如艾牧师等等 我会帮他等等 我其实每个月都记起他 我每个月都会重新记一次 他对我生命所做过的事情 然后对我生命所做的所有的念所反应 越到后期 我越来越成功的话 我也会将我越来越成功的东西 再放在他之前 就是因为这个蝴蝶效应 导致我现在一直这样 就是好像譬如传威 你会看到回忆录 讲回传威的时候 都会这样的 我会讲回他在我生命当中 所有的连锁反应 这种是一个人伦之间的思维方式 我们很多时候去回忆以前的东西 同一张相片 我们不会想到什么 我们最多想到那件事件 但我们不会想到整个人伦当中 整个策略安排和发展史 但是其实我越来越想到的时候 我不是越能够 认识神 因为你想想 我一生当中 最以连锁反应 重重叠底下 诗恩比我 最厉害的是谁 就是神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 越念恩的人 其实我越知道 神在我生命里面 做了什么 这样我便更加 跟神有一个connection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 为什么很多人 经常说接触不到神 不认识神 不知道神是谁 听不到神的声音 也是因为其实他不是用了所有方向 所有方法 去捕捉神的真实和存在 还有神在这个世上足跡 或者在你身上做过的痕跡 原来念恩是导致我 因为导致我 我想起一个人 对我施的恩 我都这样想 何况我对神 所以对神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是一个念恩的人 是一个懂得去纪念这个恩典的人 神是一个施恩的神 是施恩守约的神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发现一些 我初初不知道神在我身上做过的事 越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才叫做真正认识神 就是等于举个例子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其实可能很爱你 他对你付出很多东西 无尾不至的 但是你一岁的时候知道吗 你当然不知道 你十岁的时候知道吗 你知道些 但是不是知道了 到你为人父母的时候 你又会再知道多些 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是说 你永远凭着一岁记忆 你就可以真正了解你的父母 我们的天父都是 我们的天父其实是 你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你越想起之前的事情 其实越来越多 你了解这个神 因为 那是牵涉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天父在我身上做的事 其实也是一个真理来的 例如举个例子 我父母在我身上做的事 就是代表了他的性格 他的为人 和他看的价值观 当然我父母不是神 但是起码因为我不断 一路成长的时候 我越理解的 就像我 我爸离世 和我全母离世一样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回想很多事情 我妈离世 我又花了几天的时间 回想很多事情 那我才这样做是什么 我更加会了解到 我现在这个年纪 即58岁的年纪 更加对他们有所认识 所以换句话说 尚且一个人 你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光景 都会了解一些你父母 在你小时候 你所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何况我们是人 去理解一个神 你理解他的圣情 他的性格 去理解他如何安排你人生 和他用什么手段 和做事的办法 所以当我是念恩的话 其实我越因为念恩 其实有一个秘密 我现在才发现 其实念恩的人 你一定会教好你的子女 你教不好你的子女 因为你是一个不念恩的人 我就是因为念恩 所以我很懂得教我的子女 是直接不用别人教我 我基本上就懂得如何教他 因为我回忆 爸爸妈妈 对我做的对还是错 对的对我变成什么 但我最疯狂的回忆 其实在我生命当中 我要报恩的人 其中就是神 你想想 你回忆到你爸爸 我的父神 对我成长这几十年 做过所有的事情 我怎会不会教我的子女 怎可能不懂 我知道什么不可以给他 什么可以给他 什么可以给他 什么给他 就要怎样做 因为我记得我熟年爸爸 怎么对我 明白吗 将来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里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好 接触你 把iphoni吗 虚 place 也祝他 见 Aku 05 33 尚 privileges 不切認真 唯我雨夜中 擺抱行走未灰心 神恩 背叛我行 讓我心海浪 燃燦爛 哼哼 心 抱上惡魂 接種著惡章 踏破共途路暗 神恩 是我依靠 刺予我曲壞 食指最動人 意中情深